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灭佛运动对佛教以及中国的影响如何? 有句俗语说的好,井水不犯河水,如果井水哪天冲撞了河水,极有可能被河水淹没,中国历史上的三五灭佛跟井水犯了河水何其相似? 三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发生,其深层原因大同小异都是因为佛教对政权的稳固、社会秩序的破坏,以及社会经济建设都产生了严重影响,成为社会向前全面发展的绊脚石。 这三次灭佛行动对历史进程、宗教信仰的改变、政权的巩固。 经济和商业的布局和繁荣等都影响极深,因为灭佛的主谋者、皇帝的名号都带有五字,分别为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,因此,历史上把这三次灭佛事件称作三五灭佛。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,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,成为了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, 然而,在中国历史上,曾经有三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,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遭到了极大的破坏。 这三次灭佛运动分别发生在东汉末年、唐朝和北宋时期。 下面,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三次灭佛运动的历史背景、原因和影响。 自古以来,信仰两个字仿佛是深深刻在华夏子孙骨穴里的,可能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域、信奉信仰的宗教或者理论都多少有差异, 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存在,时至今日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细究目前我国的存在的主流宗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是广泛流传于我国的几大宗教,并各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核。 其中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,并且也是这五大宗教中唯一的国产。 似乎总是对亲生有所偏爱,道教在整体的发展历程中相对来说就比较顺风顺水。 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道教顺应我国的朝代更迭,其精神内核更加贴合过往数千年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需求,是一种合格的精神驯化道具。 东汉末年,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,社会动荡不安,佛教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信仰。 然而,在220年刘备篡汉建立蜀汉后,蜀汉丞相诸葛亮下令禁止佛教,被称为蜀中禁佛,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。 诸葛亮禁佛的原因,主要是认为佛教会导致人们放弃现实生活,从而不顾国家大事,而且,佛教的存在也威胁到了国家的统治和人民的生计。 此外,佛教的蓬勃发展也威胁到了儒家思想的传统地位,所以,儒家世人对佛教也有所不满。 据史料记载,蜀汉的禁佛令对佛教造成了巨大的打击,很多寺庙被毁,佛教的传播受到了阻碍。 此后,随着蜀汉的灭亡和三国的形成,禁佛令也逐渐失去了效力。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,佛教在唐朝的统治下得到了大力支持和保护。 佛教文化也达到了巅峰,但是,唐朝晚期,随着国家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,民间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,佛教也开始受到质疑和批评。 在此背景下,唐朝政府在大唐贞观18年、644年开始了第一次灭佛运动。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,佛教寺院大量占据了农田,使得社会资源流失严重,甚至开始担心佛教的传播会动摇唐朝的统治地位。 因此他下令关闭大量佛寺,并将僧侣还俗,以解决经济上的困境。 此次灭佛运动一直持续到唐高宗时期。 大量的佛寺被摧毁,僧侣们也被迫还俗或逃离。 第二次灭佛运动发生在北宋朝期间,这次灭佛运动的发动与社会背景有关。 北宋时期,由于战乱、政治腐败和天灾人祸、社会矛盾日益加剧,民间信仰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 当时佛教盛行,寺庙数量庞大,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,财富极其巨大。 北宋政府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开始限制佛教的发展,禁止民间修建佛寺,并对寺庙进行征税。 但这些措施并未有效解决问题,反而引起了佛教界和民间的强烈反抗。 北宋政府在这种背景下,于公元1100年开始了第二次灭佛运动,当时官府强行关闭佛寺,并将僧侣们赶出寺院。 这次灭佛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矛盾。 第三次灭佛运动发生在明朝期间,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灭佛运动。 明朝时期,佛教寺院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,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利益集团。 寺庙所占地面积超过了农村和城市的总面积,明朝政府为了收缩佛教的影响,于公元1368年开始了第一次禁令。 限制佛教的发展和寺庙的建设,但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。 明朝第二次禁令在公元1450年开始,禁止佛教传教和信徒拜佛,也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。 最终,明朝政府在公元1532年开始了禁止藏传佛教和密宗活动,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灭佛运动的开始。 这次灭佛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藏传佛教极其宣扬的密宗教义。 同时,明朝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如禁止在汉地修建藏传佛教寺庙,禁止寺庙向汉族弟子传授密宗教义等。 明朝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,引发了藏传佛教信徒的强烈反抗。 这场反抗运动被称为明朝延续战争,在这场反抗运动中,藏传佛教信徒组成了大规模的反抗力量,并经常与明朝政府军队进行战斗。 在战斗中,不仅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寺庙被毁,还有大量的藏传佛教信徒被屠杀。 在明朝晚期,清朝建立后,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佛教的发展,例如,在清朝初期,雍正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禁令,禁止寺庙修建新殿,禁止僧人扩建和重修佛寺。 此外,清政府还实行了皇帝佛政策,将佛教视为宗教的一种,并掌握了宗教领域的权力。 在我们现代的认知里,佛教极大成,在国人心里也是有很重的分量,佛教倡导素食,清心寡欲,万物皆因缘,缘何则起,缘尽则灭。 仿佛提起佛教,我们就会联想到香火阴云的寺庙,生生若耳的牧生,闻之静心的范畅,甚至是好多人身陷绝境的救赎,抵挡灵魂。 但佛教却讲究清心寡欲,禁欲自省,倘若有足够多的人口体量,信奉佛教,那凡眼之道何在。 岂不是人人禁欲,顿入空门,无心这所谓的凡尘俗世,最直接的,那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如何推动。 古有汉武帝焚书坑儒,将儒家学说推到登峰造极的地位,儒学倡导仁爱,仁,义,理,智,性更是其理论之著,正是因为上中君王,下校父母才会成为主流学说,被汉武帝大力推崇。 反观佛教,动辄顿入空门,清心寡欲,与世无争,道是弱的自在,但究其内核,这却是与治天下背道而驰。 总的来说,不管是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,还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。 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放在首位的,精神文化层面的存在,也是得有利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。 系数历史上几次灭佛行动,也并不是否定的佛教本身,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,它没有起到让统治者满意的作用因而做的相对现实的取舍。 佛教本身无措,时至今日被尊崇到较高的地位,并被社会主流思想所认可,成为我国现代五大主要宗教之一,就肯定了佛教存在并盛行的合理性,毕竟存在极合理,在这纷扰而又充满利益的现代社会。 佛教也是人们得以精神栖息的优选。 当今社会,信仰相对自由,经济和文化作为左膀右臂,从来都是缺一不可的,相对于佛教,道教等被社会认可的宗教, 令人心寒的是在社会的黑暗角落仍旧存在众多荼毒心灵,敛财甚至谋害性命的社会糟粕存在。 总的来说,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灭佛运动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,这些灭佛运动的发生反映了中国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等各方面的变迁。 同时,这些灭佛运动也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许多佛教寺庙被毁,大量的佛经和佛像被破坏或流失,导致佛教文化的损失,但是,佛教信徒们在这些灭佛运动中也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,使佛教在中国继续传承下去。 虽然灭佛运动给佛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,但佛教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,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,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取其糟粕,人该有信仰,但更要注重方向,好的信仰足以点亮明灯,让生命为之沸腾。 发光发热,错误的迷信则会让生灵涂炭,并最终被淘汰。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深歌讨论吧。